所谓中断式仪式魔法,就是指非凡者举行仪式的时候,可以是情况中断,先行完成别的事情,等到忙完,再返回继续,并且依然能得到想要的效果。 这是仪式魔法上千年发展中衍生出来的技巧,毕竟不少高阶的仪式需要的步骤众多,可能得花费一个小时,两个小时,甚至半天的时间才能完成,过程中很难保证没有别人打扰,没有意外发生。 经过一位为先辈的血泪教训,经过一次次失败的反馈,能够中断的仪式魔法在高层次成为主流,并间接影响到了低阶的部分。 但能够中断不表示想什么时候中断就可以什么时候中断,想怎么中断就能够怎么中断,必须遵循神秘学的理论,掌握对应的技巧,否则仪式失效是无法逃避的结局,甚至还会引来恐怖的反噬。 按照克莱恩的理解就是,当你成功获得某位神灵的注释,在他等待你说出祈求内容的时候,你忽然来一句等等,我先去下冠喜事,那么可以恭喜你,你永远都不需要再去冠喜事了。 呼!克莱恩吐了口气,让自己保持住镇定。 他虽然举行过多次转运仪式,并且还设计了相应的流程让正义和道调人尝试,但真正的,符合规定的仪式魔法,今天还是第一次实践。 看了眼靠在床檐的相应手杖,克莱恩拿起第三根蜡烛,将它摆放在了书桌正中央,以此象征自己。 紧接着,他把塞琳娜的仪式用银制小碗放到第三根蜡烛前方,代替有圣灰的大斧,左边是蕴含了月亮花、参棉花等植物的纯露和精油,右侧是一叠眼,一把小型银笔,一张仿羊皮纸,一根沾水与毛笔。 还好塞琳娜的东西比较齐全,否则还真没办法完成布置,而老尼尔那种快速仪式不是占卜家能够做到的。 这么看来,塞琳娜是较为资深的神秘学爱好者啊。 嗯,不是资深的,也闯不出这样的祸。 他才16岁啊,接触这个至少超过一年了吧。 是谁领他入门的。 克莱恩思绪偏飞肩,从床头位置拿起赛琳娜的杯子,倒进清水,放于粗盐旁边。 掏出怀表,趴地暗开,看了一眼,他没再耽搁,于脑海勾勒出层层叠叠的光球,飞快进入了冥想。 荡漾着花香的房间内忽然有无形的风打旋,已收起怀表的克莱恩眼眸豁然转身,游鹤变黑,像是能看见每一位注视者的灵魂。 他伸出手掌,抵于右上角的蜡烛处,于心里默念道。 黑夜女神啊,您是非红之主。 默念之中,克莱恩延伸灵性,摩擦竹心,多次之后,那根蜡烛疼的一下被点燃,昏黄的光芒里戴上了些微宁静的浅蓝。 黑夜女神啊,您也是恶难与恐惧的女皇。 依照刚才的办法,克莱恩顺利将左上角的第二根蜡烛点亮。 我是您忠实的守卫,是黑夜里抵御危险的盾牌,是寂静中刺向邪恶的长矛。 疼,象征着克莱恩的第三根蜡烛开始燃烧。 没有丝毫摇曳的烛火里,他拿起银制小刀,模仿着老尼尔的举止,用皱纹和粗眼,清水完成了圣化。 然后,他让自身积蓄的灵性从银笔尖端喷勃而出,与自然融合为一。 手拿银制小刀,克莱恩绕着卧室走了一圈,睡床所在的位置,他用膝盖代替了双脚,让无形的壁垒密封了这里。 窗外的路灯光芒瞬间消失,但飞红依旧安静照耀。 克莱恩回到书桌前,拿起羽毛笔,用灵性配合墨水,描绘出了避免恶难的皱纹和符号。 做完这一切,他放下手中的事物,将几瓶纯鹿,花金和金油分别往三根蜡烛滴了一滴。 呲!淡淡的雾气弥漫,房间内顿时多了几分神秘的感觉。 依次又燃烧了几种草药,克莱恩在混杂的香味里退后一步,送念起了中段式一式魔法对应的皱纹。 比星空更崇高,比永恒更久远的黑夜女神。 我祈求您的眷顾。 祈求您眷顾一位您忠实的信徒。 我祈求飞红的力量。 我祈求恶难与恐惧的力量。 祈求您让您忠实的信徒塞琳娜,武德脱离邪恶的沾染,脱离恶难的缠绕。 我祈求您,等待片刻,等待那位不幸的女孩。 月亮花啊,属于红月的草药,请将力量传递给我的皱纹。 深眠花啊,属于红月的草药,请将力量传递给我的皱纹。 送念完皱纹,克莱恩闭上眼睛,在心里重复了七遍。 剑际台没有任何异常,他再次握住银笔,一步步倒退,退到了塞琳娜的卧室门口。 他在胸口连点四下,画了个飞红之月,然后转过身体,举起了银笔。 灵性又一次从尖端喷勃而出,在无形的墙壁上切割出了门的形状。 克莱恩知道,这个时候,即使自己开门,也不会影响到祭台的宁静和圣洁了。 他掏出有芝曼花纹的银色怀表,和对了时间,预演起后续的流程。 二楼起居室内,身体轻微颤立着的伊丽莎白时不时抬头看一眼闭中,在两盏煤气灯的光芒里默算着时间。 差不多了,他无声低语的同时,侧头望了眼酒红色长发的活泼少女,对方酒窝很深,笑容灿烂,和周围的每一位朋友都能聊得很好。 可越是这样,伊丽莎白就越是感觉恐惧,镜中那阴冷可不得塞琳娜似乎一直存在于她的脑海,难以遗忘。 不能再等了,必须行动了。 伊丽莎白豁然站起,在众人诧异的目光里,结巴着笑道。 塞琳娜,我,我有个惊喜给你,给你,你和我出去一下。 真的吗?你不是送过生日礼物了吗?塞琳娜将镜子反扣拿好,颇感诧异的跟着起身。 惊喜是,是不会,是不会有任何,任何征兆的。 伊丽莎白觉得自己简直毫无表演天分。 她没有再说,当先走向了起居室门口,塞琳娜笑容疑惑的跟在后面。 梅丽莎看着两位好友离开,眉头不自觉皱了起来。 今天的伊丽莎白好奇怪。 她和克莱恩见过面后,就更加奇怪了。 她刚才突然跑出去,说是急着到惯喜室,可为什么表情会显得那么慌张? 塞琳娜的卧室门口。 伊丽莎白深吸了口气,对面前女孩道。 我们进你的房间。 伊丽莎白,我感觉你很紧张,很害怕,为什么? 塞琳娜不解的望着好友,发现她的身体在止不住地颤抖。 激动,对,激动。 伊丽莎白瞄了眼塞琳娜手中的镜子,半转身体,敲动房门,异常两短。 为什么敲门? 塞琳娜更加茫然了。 知呀,她的卧室门被打开了,身穿黑色燕尾服,头戴半高丝绸礼帽的克莱恩出现于两位女孩面前。 惊喜!这就是惊喜!塞琳娜嘴巴半张,脑袋一片迷糊。 就在这个时候,克莱恩忽然探手,抓住她的腕部,将她拉进了房间,看得伊丽莎白愣在了原地。 与此同时,克莱恩银笔点出,喷勃灵性,飞快弥补了切割出来的门行通道。 无形的灵性支臂再次密封了房间,将塞琳娜的尖叫隐藏在了里面。 砰!克莱恩猛地关上门,看都没看塞琳娜一眼就快步奔回了书桌前方。 酒红色长发的少女停住尖叫,抬起脑袋,环视了房间一圈。 她的目光迅速变得阴冷,皮肤一点点苍白,食指飞快长出了白森森的尖锐指甲。 而这个时候,克莱恩早重归冥想状态,边往三根蜡烛各滴了一滴月亮花萃取的精油,边朗生送念道。 至高的飞鸿之主啊,伟大的恶难与恐惧女皇。 我祈求您降下眷顾。 眷顾您迷失的高扬塞琳娜,伍德。 皱纹生里,她拿起那张仿羊皮纸,将它凑向了象征祈求者的蜡烛。 呜! 她感受到了背后的阴冷之风,感受到了沉重的力量袭来。 羊皮纸被点燃,克莱恩将她丢入了银制小碗,自己则早有准备的矮下身体,躲过了致命一抓。 呜!呜!呜!风声变得异常激烈,克莱恩只觉自身灵性潮水般外涌,根本遏制不住。 她看见银制小碗内的羊皮纸燃烧出了宁静的深黑,听到深厚有重物坠地的动静。 扑通! 康当! 几乎没有间隔的两道声音里,一缕缕黑绿的无形气体投入了银制小碗,消失在了那片幻觉般的深黑里。 克莱恩半滚向旁边,顺势起身,拔出了腋下的左轮,但她凝目望去,只看见酒红色长发的可爱少女塞琳娜倒在了地面,镀影的镜子则在毯子上摔成了无数碎片。 而那些碎片梅在映照出塞琳娜,老老实实地呈现着天花板,呈现着克莱恩的剪影。 这时,梅关闭零视的克莱恩看见塞琳娜气场内的鞋翼黑绿已全部消失,一切恢复了正常,只是显得薄弱了许多。 呼! 她刚有松气,就感觉梅心一阵阵刺痛,脑袋一阵阵刺痛。 这次痛传遍了她的全身,让她恨不得满地打滚。 克莱恩的拳头猛然紧握,手背青筋一根根凸显,颜色全黑,仿佛活动得如虫。 与此同时,她听到了无声的呐喊,听到了撕裂自身精神的嘀喃。 足足十几秒后,她才缓了过来,只觉额头与背心尽是冷汗。 刚才的仪式魔法抽空了我的灵性,差点让我的非凡力量失控。 克莱恩粗略判断起情况。 而这件事情也让她察觉到自身似乎消化了不少魔药内的残余精神,因为如果按照浮食魔药后的最初强度推算,她觉得自己刚才根本撑不下来,会直接崩溃成怪物。 扮演法还是很有作用吗? 克莱恩轻敲眉心,抹了把汗。 她转身面向祭台,在胸口点了四下,朗声开口道。 赞美女神。 接着,她依次熄灭蜡烛,快速收拾好祭台。 随意将物品重新放回书桌后,她用银笔解除了密封的灵性之强。 呜!风声回荡,寂静退去。 克莱恩常常松了口气,对刚才的事情深感后怕。 要不是我预演过流程,顺利完成了仪式,事情就麻烦了。 而且我到现在都还不知道对手是谁,敌人是谁。 幸运的是,嗯,幸运的是,房间铺着地毯,我的翻滚没有损伤衣物。 她摇了摇头,探手拉开了赛琳娜卧室的木门。 怎么样?伊丽莎白倒退两步,紧张问道。 克莱恩看着她害怕的样子,取下半高丝绸礼帽,温和笑道。 我已经纠正了她魔镜占谱的错误,事情解决了。